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很开心吗 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日子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姐妹 也能够以开心的心来进入神的教会 我们一样呢 也是用这一手蛮有能力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 那我们邀请你们呢 跟我们一起打牌子好吗 让神的能力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神的能力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在耶稣耶稣 높úLiv 你跟您赌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跌倒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今代以天あっ ch closes đi 我们的武艺也活到你 耶稣的明明 我觉到在我的眼睛 在我的阳光还有的你 有眼睛在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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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天生的爱 在温暖的阳光 我看天生的爱 在澎湃的海洋 我看天生的爱 在怜悯的星辰 我看天生的爱 在你我的脸上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 喜日快乐 大家平安 正如刚才在歌声当中所唱到的一样 我看到了各位弟兄姐妹都跟我一样 脸上都带着笑容 来再一次的相聚在这里 迎接我们安息日 那么我们也没有忘记 要把这份快乐和这份幸福呢 带给不论此时此刻 是坐在电视机前 或者是通过网络 正在收看我们安息日节目的 全球的华人弟兄姐妹 跟你们道一声 安息日快乐 平安 那么很高兴 今天在这里呢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老朋友 新朋友 那么首先我们要欢迎到的就是 我们的孟姐妹 都在左边 最后一排的孟姐妹 和她的媳妇 还有她的孙女 我们欢迎她好吗 欢迎你们 还有呢 刚才介绍到的 刘医生旁边的 从台湾来的这个 Gifery的妈妈是吗 陈医生 欢迎您 欢迎 还有我们很久没有看到的 久违了 Sandy Sandy Sorry Sandy 还有呢 在我右手边 后面这一排的是 张姐妹 欢迎您 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是吗 欢迎 欢迎 希望你会喜欢 还有呢 我们从西区远道而来的 尹姐妹和毛弟兄 有几周没有看到你们 也一样欢迎你们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报告事项的时间 今天呢 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报告事项 那么 弟兄姐妹呢 手中都有我们的这个节目单 都可以 欢迎你们都可以看一下 那主要就是今天下午呢 我们这个露营的 活出爱露营的这个 组长和负责人都能够留下来 在午饭过后留下来开会 好 那么下面我们把歌声 响起音乐 音乐交给旧地老师 让我们在中间 大家相互问候一下 在耶稣里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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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 是纷纷扰扰的世界 是混乱的世界 是环境污染 食品不安全的世界 是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的世界 但是神在两千多年前 祂复活之后 祂活着 并且祂在天上仍然活着 所以我们不用愁烦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上 能够继续安全地活下去 因为神在天上为我们代求 我们只要张开我们的双手 只要我们能够接受 接受耶稣基督 祂的爱 祂的应许 就会领导我们 让我们来唱这首 因祂活着 神才爱之 任成祂耶稣 祂自下爱 以至宽恕 施力扶活 是我 那空分不就是我 咬救的旗号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 独再惧怕 我甚至等 河山挂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指引祂活着 神祂爱此 任成那业族 祂慈下爱 一直宽恕 祈离父我 是我的自由 那空分没就是我 乐旧的即允 因祂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祂活着,不再惧怕,我神知道,他将冠冰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祂活着。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I sing of song I sing of song To Jesus In moments like me I lift up my hand I lift up my hand To the Lord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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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慈悲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上帝 我们要赞美你 您是天地万有的主宰 宇宙中唯有您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您借着十字架上的宝雪 救赎了我们世人所犯下的罪 神啊我们礼当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和纪念您 当我们来到您的面前 求您使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侍奉您 更求主使我们人在心在 由一颗安静的心来灵受主您的话语 愿您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 使我们得着造就和帮助 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所有的聚会和崇拜项目时间 都完全地交托在主您的手中 求主带领 以上祷告不配 奉主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圣经章节 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 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 联会中起立我们一起唱开会诗 祝福音乐 耶稣是我成的翅膀 是我动身一号 祂的日子我力量 离他我力跌宕 我与患难向祂求救 无人向祂安慰无忧 借我欢忧 祂为我游 为我游 耶稣是我生命之宝 祝我心里失灭 我要试试向祂求恩 祂彼此不无欠 祂虽然我游子于路 祂是天劫不丰收 祂虽不丰收 祂为我游 为我游 耶稣是我生命之宝 世界无资良有 我愿一生心靠不易 祝爱永远春流 得慈良有 众生无忧 与祂静静静静静静静了很久 愿在我们尚未认识祢之前 以赐下这永远的爱 用基督耶稣的宝血 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分 主啊 感谢您的宽恕 我们生活在这末世 是多么仰望您的恩典 来帮助我们 面对一切的需要 求您用大能的手 内心软弱的求主扶持 使之刚强 肩上有纵担的求主担当 无论环境顺利 我们相信 主你满有恩慈 您的恩典一定够用 在这我要特别为桑尼姐妹和廖弟兄祷告 求主特别照顾他们 医治他们身上的不是 我们愿意让你的灵 进入我们的内心 做我们生命的主 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 心口如一的爱神 爱人如己 求您能通过科目师的正道 用智慧的言语 让我们更了解您的旨意 同时也赐福我们的西区教会的事工 和教会的电视正道节目 能够引领更多的人认识您 归向您 荣耀您 我们如此祷告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归向 eher替你 宣传 Steam 日我满游 阿恩 請坐 我满游 等奇妙的救助 我最欣赏 阿恩 等奇妙的救助 等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等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耶稣 等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 我愿赞 美喜醉 宝雪 等奇妙的 救助 是我 一生 和好永远 阿恩 奇妙的救助 阿恩 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耶稣 阿恩 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 主 他 赐给我的 神 大能 和人 奇妙的救助 是我 安度 是 连事 神 和人 奇妙的救助 阿恩 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耶稣 阿恩 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主 我 我 今天 来 奉献 心事 和人 奇妙的救助 我 今天 来 奉献 行事 和人 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 耶稣 和人 奇妙的救助 是 耶稣 我 主 我们 非常感谢 林长老和他的太太林娜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歌曲 然后 确确实实 他有很大的勇气和信心 我觉得这个就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 虽然说林长老呢 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 但是他 对上帝的那个爱 爱的这份心 和他的这个对教会的付出 这个态度 和他对生活的热爱 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友学习的榜样 所以呢 在此呢 我们 也 相信上帝的赐福 会永远给你们全家 然后 能够让你们的身体有健康 心灵有平安 我们再次的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两位 得高望重的长老和太太 谢谢 把荣耀贵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感谢神 感谢神自我救出主 感谢神封护与悲 感谢神过去的通灯 感谢神 感谢神祝在我旁 感谢神自温暖春天 感谢神奇良秋季 感谢神破坏我眼泪 感谢神自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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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 感谢神自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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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输天平安 感谢神自明天盼望 要感谢直到永远 主啊 我们再次来到您的面前 奉上您赐给我们恩典的一小部分 好让我们在您美好的祝福上有份 主啊 求您天天地加添我们的力量 为你的圣躬出力 求你食欲赋予我们属天的智慧 让我们管理好您给我们的托付 求您让我们常有甘心乐意的心 为主使您 求主赐福给今天带来十分之一 以及乐意圈的这些弟兄姐妹们 让他们都有平安 喜乐 以上祷告 不配 奉主名求 阿们 的就是福福机四 struct 应该给我们eron theory 愿望 转身 sharpen 深刻我的心结 护你如露 千不兴睡 唯有你 是我心 所爱我可不 赖尽满意 你是我的两座牌 我定在 相互与你 唯有你 是我心 所爱我的母 赖尽满意 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邀请您的圣灵灵格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心情 来到天父你的面前 但是神啊 在这个时候我求天父上帝 你的圣灵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平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使得我们能够听见神的神明 谢谢主 天父上帝啊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 他们是带着病痛的心来 有些人他们的心灵饥渴 有些人他们有满心的感恩的心 神愿你接纳 我们愿意把今天所有的荣耀赞美 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是最重要的上帝啊 我们愿意听你的话 使得我们空空的来 属灵上面我们薄薄的离开一定的教会 祷告奉耶稣 阿们 各位基督福利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的 弟兄姐妹们小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平安 不管您在哪里 我们要把基督福利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的问候 带到您的面前 所有认识我不认识我的朋友们 所有给我打气的朋友们 我在这里要说声感谢主 愿上帝能够继续赐福我们这个福音的步道的工作 让更多的人能够借着 我们基督福利安息日会奥克兰华人教会 所做的这个媒体的步道 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 现在在收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朋友 或许你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愿意在这个地方跟你保证 只要您接受耶稣 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到您的时候 不止领到您 也会领到您的全家 上帝赐福您 今天朋友们 我们所要谈的题目 叫做 铭记 救 摇摇 首先进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要在这里说声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说声谢谢呢 来 看我这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 在耶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我们不是一家都是神 基督徒不是神 我这一周我很累 心灵体育 肉体软肉 但是 我当我想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脸庞的时候 我都不想放弃了 天天早上来到教会里面 看见你们每一个人的脸庞 我要感谢主 就是因为有你们的鼓励 有你们那种渴望天父上帝的赐福的那种渴望 让我有勇气继续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阿们 所以我真的要在这里感恩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把你们家里面的工作放下来 做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 像Amy也好 Michael也好 Abraham也好 你们可以手边的这个读书的这些 暂时的放在旁边 然后来到教会里面 活在这里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没有看见 我们这里面居然站了一个 十二岁的一个孩子 BBI的 我要有机会看到你的校长 我要跟你奖励一下 我们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我们为他鼓掌 这位小小的小弟兄 Andy叔叔说 他很多这个电脑不说了 拍摄的很多的术语他都知道 他也知道怎么去设定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你没看见后面那个Abraham 亚伯拉罕 这个名字有够大呀 我的名字叫斐利亚 耶稣的门徒就已经很不得了 我都不敢跟人家说我叫斐利亚 他告诉我我叫亚伯拉罕 我笑啊 立正站好啊 我们也一样 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 在学习 连亚伯拉罕都学习 电脑各位 您跟我们还要什么 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 好不好 他在跟他的这个 教会内的哥哥 这个Vincent在学习 如何来做Livestream的工作 你没看见这里面有一个 这么可爱年轻的孩子 小妹妹 很快以后就变小姐了 她的名字叫做Amy Amy 我们请Amy站起来好不好 请Amy站起来 我们一样的 我们为她鼓掌感谢主 像她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能够在教会里面说 科目师我来帮忙 负责一个教会的职务 我真的要感谢主 请坐Amy 哎呀哎呀 糟糕我都忘了叫她坐下来 我们当中有一个人非常的高 我要看她的时候 我要这样看的 我们请Michael 183的这个 站起来一下 我们教会有一个182 那个叫做金涛 金涛呢 终于有人比他高了 183 啊在这个地方 Michael我们鼓励鼓励Michael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上帝吧 Amy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教育他们 把他带来教会 让上帝来去教育他们 我们不是就随便就把孩子丢给神 就自己不管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如此 但是我相信 上帝的灵域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们 能够在教会成长 然后把他们的才能奉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当我看见孟姐妹的这个外孙女的时候 我也是 孙女的时候 我看见她 她其实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小女孩 愿上帝赐福您 从three kings过来这里 也不容易上帝赐福大家 明记911 罗马书十五章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圣经都是教训你跟我而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读圣经可以得着盼望 明记911 2001年9月十一号 我请问一下您在哪里 我刚才特别问了这两个年轻人 我问Amy 我说Amy你知道911吗 后来我就问了旁边那个哥哥叫Michael Michael说 就是那个飞机那个撞东西 是 我问Amy Amy你几岁啊 Amy小声一点你几岁了 13岁 2001年的时候你几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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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算吗 你今年13岁 2001年你几岁啊 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对啊2000年加1多少 1嘛对不对 当你是1岁的时候嘛 对不起哦 吓到Amy了 Amy下座还是要来 比如说牧师这一天到晚问我话 今天还少一个Jeff Jeff每天来 我也问他很多事情 12年过去了 你现在像我一样是25岁的话 减12岁 就是那个时候 很快啊 唐阿姨是不是很快啊 12年过去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问我的爱人说 你2001年的时候 2001年你在做什么 我在台湾啊 911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我在医院上班啊 你在哪 各位 我那时候我收集了很多很多 有关于911的这个照片 你问我说 啊 克牧师可不可以分享 不用了 很多的照片我丢掉了 为什么 我觉得 很有必要去记得那些东西 可是你今天为什么要说呢 我今天的题目本来不是这个 是我的儿子提醒我 老爸你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吗 我说9月11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2001年他还没有出生 可是他居然知道2001年的时候 9月11号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既然我的儿子知道的话 我必须要讲这个题目 911 您在哪里 我告诉大家我911的那一天 2001年的时候我在哪里 9月8号 我上了飞机 跟我的爱人 跟我的女儿说声再见 不是又离开他们 拜拜 你走你的我走 那时候不得已的 我离开了 我离开他们 然后我自己去念书语了 坐上了飞机 所以这个其实你好好看的时候 是在奥克兰机场 我那时候还不会照相 于是我坐上了飞机 也是下雨天的时候 飞机就起飞了 所以你看到是Air New Zealand 那时候哪里知道Air New Zealand 我从台湾高雄飞到 叫做Kutakindabalu 叫做什么 Kutakindabalu 东马 沙巴 沙巴岛 所以从Kutakindabalu到KL 叫做吉隆坡 所以从吉隆坡 飞到约翰尼斯堡 所以从约翰尼斯堡 再飞到 泰普顿 泰普顿在哪里 非洲的最最下面的那个国家 叫做南非的 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叫做Kutakindabalu 印度洋跟大西洋 印度洋跟大西洋的交汇点 很多鱼啊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然后第二天 行李弄好 到了我的那个Homestay的家里以后 第二天我打开收音机 那一天是911啊 是发生事情的第二年 2002年 2002年的9月11号 我在吃早餐 我就听到了一个人 他911的这个人 当事人 他当时是在Twin Tower 其中一个南塔还是北塔的 他是在第65层楼工作的一个人 当他看见飞机就这样撞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从上面这样子 他到底下的时候 第一楼的时候 就听到 呼呼呼呼的声音 他的那个塔 倒了 于是他就往前冲 往前跑 他只知道往前跑 这个时候有人在后面跟他说 年轻人呼叫耶稣的名字吧 这个时候他发现到他的生命要结束 因为他前面看不到任何东西 因为你知道那个塔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灰尘满天的飞扬 这个时候他只听到一件声音 声音很多 可是他只听见一个声音 他说呼叫耶稣的名字 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 说耶稣救我吧 耶稣救我吧 耶稣救我 这个时候 这个年轻人说 他已经离开教会 将近好几十年的时间 他去教会的时候 是他小学的时候 后来他高中了 他大学了 他出社会 能够在这个双塔当中工作 不得了的 薪水很高的 于是他为什么需要上帝呢 不需要 我的学位那么好 我有那么好的家世 我现在有那么好的家庭 我干嘛需要上帝啊 但是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到 他完蛋了 他完蛋了 他的学位不能救他 他银行的财产不能够救他 他那么美丽的太太 那么好的孩子 没有办法救他 他们根本不知道 他身陷于危难之中 唯一现在可以帮助他的 就是那个后面的声音说 年轻人赶快对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祷告吧 于是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二十几年以前 他在教会的时候 所唱的诗歌 耶稣爱我完不错 于是那个时候 他呼叫耶稣的名字 各位朋友们 你知道耶稣的名字 Jesus 他的意思叫什么吗 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意思 每一个人都喜欢坐飞机 于是那一天早上 我听完了这个以后 我也不想读书了 于是我就拿我的笔签笔 就开始写东西 今天早上吃完饭了以后 准备要去接姐妹 周弟兄 赵阿姨 跟张姐妹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2002年9月11号的时候 我听了这个广播 我又写一个东西 并且呢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唱了这首歌 到底在哪里 我一直找不到 就要放弃了 准备东西要带 收拾行李 收拾东西 要来去接他们的时候 我就想 我就看到 在我的书柜里面有一个东西 是我熟悉的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了 我以为已经掉了 就是我那个手抄本 哇 我看到好像看到宝贝一样 2012年9月11号 听完了911生还者如何 因神的名 耶稣的名而得到拯救的广播以后 写下这个歌词 耶稣的名字叫做拯救 哇 我看到那个宝贝一样 一定要分享给各位姐妹各位弟兄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门 给你一下 我说 了 还请 是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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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敬腳 人們敬花 人們在哭泣 有誰的命可以安慰 平靜人的可惜 人們逃跑 人們失望 人們在發行情 有誰的命可以扶持 拯救人的心 有人受傷 有人流血 有人已死亡 有誰的命可以拯救人的心 哦 主啊 天上底下 沒有人的命可以拯救 哦 主啊 天上底下 沒有人的命可以拯救 只有 主啊 天上底下 沒有人的命可以拯救 哦 主啊 天上底下 沒有人的命可以拯救 只有 主啊 天上底下 只有 主啊 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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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 主啊 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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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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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表情 情况 我全部把它去掉 今天我们要如何记911呢 911带给我们全世界 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美国 做国内的班机 突然有一个高个子来找我 他说你要特别受到检查 我这个时候心脏蹦蹦跳 你知道在美国以前 坐飞机很容易的 现在你必须要两个小时以前 坐国内班机 你就到那个地方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坐到你的班机 因为层层的关卡 检查这个又检查那个 那个时候 另外两个牧师在里面等我 奇怪 这个科斐利牧师 到底带了什么伪敬品啊 没有 他叫我全部身上的东西都脱下来 你好好的 但是一被带过去的时候 我看这个人 后来他告诉我说 你不要怕 我们只是例行公司要检查 你被抽中 我说你怎么抽中我 他说我们在那个中央控制室 电脑就 就知道你了 所以我下来 他带我到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地方 从头到尾把我搜查了一遍 最后 那个飞机还要等我 因为他们呢 打电话给那个飞机的航空公司说 你必须要等他 等了我 那些人呢 在飞机里面等我45分钟 当我进去 踏上那飞机 然后那个 空服员引导我坐到我的位置的时候 全部的人鼓掌叫好 哇 你终于来了 飞机终于可以飞了 每一个人都看我 那个飞行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 没得有人会误会我说 我是不是恐怖分子 我相信那个机场的人 没有告诉他们说 这是例行公事 各位 我们要如何的铭记911 今天我介绍给大家 我们要如何的记起它 我的重点在这里 而且这是我的结论 但是我讲完这个以后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继续讲下去 不要马上去走哦 911要如何记起来 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我今天正到结束之后 结论就是这个 我们请讲英文的人 帮我们读一下 对不起 莉莉你帮我们大声念一下 好不好 人 他们的计谋 阴谋的那个 阴暗的计谋 不好的策划 要针对你跟我 所要做的一种 暗中的一个阴谋跟破坏 上帝会把这样子的阴谋跟破坏 变成对你对我是一个好的事情 阿们 因此如何铭记911 如何记得911这件事情 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是记得这样子的事情 上帝可以帮助你跟我 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事情 可以更加的明白 上帝的爱 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创世纪50章20节 这个时候 约瑟讲话了 约瑟是跟他的兄弟们 相认了以后 他的兄弟们发现到 坐在宰相位置上面的 居然是他们当初的时候 他们卖掉做奴隶的弟弟啊 名字叫做约瑟 那个很会做梦的人 约瑟 居然现在成为埃及的宰相 宰相大家知道什么叫宰相吗 上面只有一个比他大名字 叫做法老 再来 number two就是他 底下的千万的名 都要 跪拜 宰相 那个时候已知的这个世界里面 最富裕的国家 就叫做埃及 埃及执政的 实际上有实权在执政的 名字就叫做约瑟 让他的哥哥们 让以色列人 没有绝子绝孙的人 他的名字就叫做约瑟 那个时候约瑟 被他哥哥出卖卖掉的时候 就好像那一架飞机 撞到他 和身体一样 他的爸爸哭泣 妈妈也哭泣 所有认识约瑟的人都在哭泣 认为约瑟从此以后就消失了 但是约瑟讲出了这句话 约瑟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远是好的 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天的光景 各位朋友们 我们如何要铭记 911的这件事情 我的建议在这里 您知道因为911里以后 很多很多睡觉的基督徒 醒来了 Amen 这个年轻人 从六十几楼这样逃下来 逃下来以后怎么办 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什么 耶稣 你救我 耶稣 你救我 耶稣 你救我 只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这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约瑟说 你们以为是害我 但是 神的意思是好的 为了要保全许多的性命 因为有约瑟的被出卖 以后 以色列人 才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大国 来了 每一位基督徒 大家都要明白 today 英文叫做today we are faced of hope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 我们的希望 面临枯竭 难道不是吗 我们似乎 没有对将来 没有希望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希望 我很喜欢这一段话 一个牧师他说的 我们的希望面临枯竭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希望 重新的点燃起来 各位 我很高兴 我非常的高兴 再讲一次 我真的很高兴 我居然能够来到纽西兰 做传道人 阿们 我很高兴 我在纽西兰 能够见到你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 因为 纽西兰 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一个 美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阿们 阿们 不然你 来这里做什么呢 纽西兰 实在是太好了 但是各位 你不要来到纽西兰以后 你失去了你的希望 你忘记了你的 你有任务的 这里太好了 忘记了那个真正给你希望的上帝 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现在 失去了一点点的希望 你心目中的那个希望好像被熄灭了 我今天要把你叫醒 我们可以得到希望 我们从911的事情可以得到希望 什么希望呢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 我们借着相信 我们把我们的希望燃起来 你知道吗 亚伯拉罕 跟他的太太 修方他的太太叫什么啊 亚伯拉罕的太太叫 Sara Sara 你 你是Sara吗 OK 亚伯拉罕的太太名字叫做Sara 居然跟我太太 同名的 借着相信 我们的希望 可以再次的点燃 为什么 亚伯拉罕跟Sara 他们因为相信上帝 他们相信 他们年纪虽然老迈了 虽然Sara 是天生不能生孩子的 但是既然上帝说 我以后的子子孙孙会向天上的心 还变得杀那么多的话 他们就相信 各位弟兄姐妹 既然亚伯拉罕跟Sara 他们相信 你跟我 我们也应该要相信上帝 第二个 我们借着911的这个事情 我们点燃我们的希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借着信靠上帝 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的希望可以再次的点燃起来 你知道 旧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书卷 它的名字叫做路德记 路德是一个女的 她的先生死了 她的一个婆婆更糟糕 就是她路德的公公也死了 因此 这个拿恶名就是路德的婆婆 跟路德两个 两个女人 一个老的一个少的 都男孩子不见了 在他们的家里里面 生活一下子无依无靠 怎么办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 他们两个女人 没忘了 没指望了 家里里面的男孩子全都死了 没忘了 但是因为他们信靠上帝的 圣经里面的话语 于是路德找到了一个 上帝所许配她 的一个好的丈夫 再来 我们可以得到希望 借着耶稣基督圣经中的 一个实际的例子 他怜悯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希望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 在圣经里面有一对 有一对姐妹 再加一个花 姐妹花 名字叫做玛大跟玛大跟玛丽亚 这一对姐妹 他们有一个兄弟 名字叫谁 拉撒路 拉撒路死了 玛大玛丽亚他们 哭啊 因为他们的兄弟死了 但是 借着耶稣基督的怜悟 他们相信 他们只要把耶稣基督的怜悟 成为他们的希望的话 那个希望会被点燃起来 于是耶稣来了 耶稣说 你们的兄弟在哪里 他们说耶稣啊 你来得太晚 他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埋了 我们知道 有一天 当你从天上降临的时候 我们的弟弟 我们的哥哥 他会从坟墓里面起来 被你叫醒 但是耶稣说 不 你带我去 于是他们带耶稣基督去 耶稣说 把那个坟墓的石头移开 他们说不要打开 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 已经臭掉了 耶稣说 就让这件事情 让我去做 为了要显出神的荣耀 于是这个时候 耶稣说 拉撒路 您出来 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故事 拉撒路 从坟墓里面 出来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得到希望 我们可以得到希望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这个是我经常 在心里面 常常放的一句圣经的应许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如何去做 我能不能去做 但是每次这个八章三十一节的罗马书提醒我的时候 我心里面又跳跃起来了 有上帝帮助我的话 谁还能够抵挡我呢 如果有上帝来扶持我的话 我还怕什么呢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教育子女没有希望呢 或者是说 我的身体已经没望了 或者说 我的属灵生命差不多已经跌到谷底了 没希望了呢 各位 如果有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与你同在的话 谁可以抵挡你呢 铭记911 我们要如何的铭记911 我希望大家对911的那种铭记 或者说记忆 不要只是看到飞机这样撞下去 我没有把这些我的那些收藏的照片放上去 因为我要大家忘记那个飞机 这样怎么撞进去里面 而我们要从911里面 记得人家的这种魔鬼的阴谋 可以被耶稣被上帝转换成为 对你对我一个正向的 鼓励我们更加的爱耶稣 更加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垫脚石 最后的圣经一章记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来记住911的这件事情 今天第二件重大的事情 我希望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 必须要带的圣经章节 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 各位不是我在说 这是圣经耶稣基督的话在说 911的事情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磨灭它 对不对 唐阿姨 已经发生了 但是这个事情是有属灵的意义的 马太福音24章34到39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耶稣基督在讲话 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成就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所发生的世上的一些灾难都会出现了 天地都要飞去 但是我的话也不会飞去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谁的话 圣经是上帝的话 就是你跟我我们教会的电视节目 TV33台 脚签的灯路上的光 跟每一天的灵命日亮 所传的就是什么 上帝的话 还没有收看的姐妹弟兄们 赶快看 不知道怎么开电视的姐妹 赶快问我们帮你开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飞去 我的话却不能飞去 继续 但那个日子 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日子 那个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只有天父上帝知道 这个是重点 挪亚的日子怎么样 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日 挪亚的日子 跟你跟我现在的日子 一点都没有不一样 都一样的 那个时候挪亚 传福音 叫人要悔改 要信耶稣 进入到救恩的方舟里面去 那个方舟所代表的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人 但是有没有人听 没有人听 每一天 大家这120年来 就把挪亚当作 讲 讲故事的人一样 反正你都没事 所以他们吃喝嫁娶 意思就是说 每天就是照样 做一样的生活 一样的日子的工作 每一天的工作的 那个routine都做 但是耶稣基督 他居然说 在不知不觉当中 各位再讲一次 什么时候啊 不知不觉的时候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的时候 也要这样子 各位弟兄姐妹 不知不觉啊 您知道那个tsunami啊 tsunami不是英文 各位你知道 tsunami是日语啊 OK 那些人也没有想说 会有海啸 但是海啸来的时候 怎么办 他们 只有一点点的 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去准备 但是那个准备的工作 抵挡不过 那个海啸的侵犯 被多少人死了 各位朋友们 明记911 你要怎么记呢 第二件重大的事情 那个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要明白 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 近 所谓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 近的 并不是说 可能明天 耶稣基督就来 但是 耶稣基督 给你 给我的生命 可能是有限的 今天我们快快乐乐 吃喝嫁娶 但是 不知道的事情 突然就发生了 我在吓你吗 没有 我在吓你 我今天是把上帝的话 分享给你而已 也分享给我 有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个人是印度人 新加坡的 这次五月份 见到他的时候 你知道告诉我什么吗 他说菲利亚 我的祷告 还是一样 跟你在新加坡的时候一样 我说是什么 你忘记我的祷告吗 我知道你的祷告啊 你很怕死 你希望说 活久一点 对 我很怕死 我希望耶稣来的时候 我还没死 他现在已经50 已经快67岁了 他说 我每天的祷告 就是耶稣啊 请你赶快来好不好 不要让我死 然后你再来 我不要死 你赶快来 各位 这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说 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 把他那样 什么大步到家来讲 说不要怕死 我还是怕死 但是我每天都祷告 说神啊 你赶快来 耶稣基督 你赶快来 各位 鸣记911 鸣记911 这个事情会发生 请问 你要怎么纪念 911的这个事情 911在美国了 不是在我这里 No 那个发生的事情 在美国 感谢主 你会说 我怎么感谢主 不是在新加 不是在牛西兰 所以你感谢主吗 不是 感谢主 我们你跟我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轻松的一个机会 不经过流泪流汗 苦难 我们知道 我们要如何地来纪念 911的这个事情的发生 第一件事情 记得911的事情 虽然是一个痛苦的 一个历史上面的事实 而且现在 这一种人的 互相攻击 杀来杀去的事情 还在发生 你跟我 我们都要知道 纽西兰 纽西兰 其实是最好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 他们的目标 是我们华人 我不是在制造 对立的气氛 不是 可是大家要明白 但是您知道 不管 您在纽西兰发生任何的事情 我是在讲不好的事情 但是上帝会把那些人的阴谋 转换成为一个动力 你会更加地认识上帝 各位 我要说的是什么 怎么纪念911第一个事情 上帝 让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一定有他的美意 经过911以后 美国人 他们对耶稣的那种 基督教的 对拯救 耶稣基督的拯救的事情 突然从谷底 上来了 他们知道说 原来 我们已经离开耶稣很久 第二件事情 怎么记911 圣经耶稣基督的话说 你们要赶快行 因为 末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就好像约 挪亚的日子一样 当人在吃喝嫁娶的时候 一样啊 你要去哪里 哦 我要去学英文 你要去哪里 哦 我要去参加那个 科目是星期二的Bible Study 就是圣经的研究 你要去哪里 哦 我要跟教会的 弟兄姐妹们去旅游 你要去哪里 哦 我要送我的孩子上学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接我的孩子下学 孩子们呢 你们父母亲很辛苦啊 接送你们很辛苦的呀 所以要孝顺父母啊 耶稣说 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洪水就来 不知不觉的时候 耶稣就要来 今天 我要结束我的正道 听起来好像是很吓人 但是 不是吓人 是让我们更加的有希望 原来 原来 耶稣 我们的神 把这件事情 放在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知道 使得你跟我 我们对神有希望 神 如果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跟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 会得到好处的呀 第二个 如果我们跟 拿厄米跟路德一样 信靠神的时候 他们 虽然会经过一段的苦 但是好的在后面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就会像 马大玛利亚一样 看见耶稣基督 他的荣耀的神迹 显现在我们的身上 最终最后 911我们要怎么纪念 我们所碰见的 任何的这一些 看起来似乎是 很多的灾难的事情 其实上帝 可以把它转变成为 对你对我是一个鼓励的 是一个垫脚石 让我们垫起来 看到更好的未来 各位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我所要分享 给大家的 所以最后 我希望朋友们 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 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要说声 阿们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要说阿们 我不管其他的教会 有没有讲这个 可是我要讲 这个世界上 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圣经上说 我们的家在天上天 今天奥克兰的房价 我隔壁的邻居 洋人说 ridiculous 太超过了 台湾的年轻人的话 太超过了 太超过了 你想要拥有一个家吗 告诉你啊 在哪里可以拥有 在天国 免费的 路上是黄金打造 那个里面的水是叫做什么呢 生命河的水 有一个医生找我 牧师啊 来来来 你每天讲到 我看你口干舌燥 到他的家 他给我泡 他说这个是中国最好最好的 生谱 还在发酵 喝下去啊 好喝得不得了 那一天他给我泡好多好多 回到家肚子痛 到天国的时候 那个生命河的水啊 不会让你口干舌燥 可不是 来来来 我不管你泡最好的茶 我说什么茶啊 龙井茶 喝了以后 怎么样 可不是来来 我家喝茶 这是阿里山的乌龙茶 好吃 喝了以后回到家 我也不舒服 喝太多了 各位我跟你保证 你到天国以后啊 那个水 那个 我们要如何纪念 九亿云 让我们的思想 定睛仰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情度过我们每一天的岁 Amen 让我们感恩上帝 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不管朋友们你在哪一个地方 你生活在那个你现在的地方 自然而然有神的旨意在那里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感恩之处 在911之后 如果我跟我太太所做的决定 有稍微有一些偏差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在这里 当初那些偏差 对我来说 很想打爆铺平 很想跟那些人争执 但是12年过去 我早上坐在那个地方 跟我太太在吃早餐的时候 我突然跟我太太说 我感谢主 那个时候那个事没有成 那个时候那个人把我打压 那个打压是很难过的打压呀 但是记得吗 What man intends for evil God can use for good 人在你身上要做 对你在 人在你的身上要实行的那些阴谋 上帝可以把它转变回来 对你是有福气的 真的感谢主 那些事情在过去911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 没有实现 于是我们一家人才有机会 飞飞到奥克兰这个 羊比人多的地方 才有机会 跟大家成为主内的一家人 弟兄姐妹 我感谢主 Amen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纪念911 把你过去你自己个人 的那些不愉快 抛在脑后 仰望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面 所要给你的赐福 OK Amen 我们请三位解决到前面 这个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离开上帝的教会的时候 今天所要想的 所要感恩的事情 因此 当我今天要结束 我今天的正道的时候 我愿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跟耶稣基督的救恩 能够临到你 你要得到一个保证 那就是 这些世上你跟我现在 我们所碰见的这些苦难 耶稣基督会把这个苦难 当作一个甘甜的事情 你将来的时候 你要认识耶稣 耶稣他会拯救你到你 Amen 所以希望安息天的时候 当你进来这个教会的时候 再多一点微笑好吗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微笑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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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来唱这首水歌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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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流出宝血 吸尽我误会 将我的生命输回 你为了我的罪 起身又误会 欠比你几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绝碎 或生气或气嘴 或胜利或识别 愿刚强壮胆 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交换我信念 或天雪或地转 尽长海里山田 都不得叫我 与你爱隔绝 各位弟兄姐妹 这首歌是大家都熟悉的 对不对 我们曾经听过 很多的弟兄们唱 我们也听过 这个Roger唱 还有Michael唱 还有Andy有唱过 感谢 好像这首歌 是多么为我们男士们 所喜的 总而言之 谢谢各位 我现在要做祷告 那么 有没有 任何人愿意 要去求神 为你做祷告的 你先到前面了 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不过今天 我要特别为一位姐妹祷告 她刚从台湾来 在那边看她的孩子 从台湾的高雄 南部高雄来 我特别为她祷告 你自己的名字叫什么 那陈医师 陈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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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儿子 大家还记得啊 经常坐在这里 然后做电脑帮忙的事情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他的儿子也是Amy Amy的同学 所以Amy 等一下你 你认识认识陈医师 那是Jeff的妈妈 好的 神医师 不容易 特别来这边看她的孩子 我们感谢你 你能够来这边一起 从近台湾边 我们来从前面来 再看一下好不好Amy 我们来唱一下 翻唱一下 你流畚宝雪 习惊我无悔 将我的生命驻回 你为了我的罪 其身永不悔 贤命的几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牵上自己永追随 我深心或其累 我深灵惯思练 愿敢强壮 但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远 重庆直到永远 深深教管我心田 过天玄花里转 经常海里上天 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主 我们谢谢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 这次就叫做整卸 过去历史上面的伤害 愿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把这些事情抛在脑后 我们从明刻911的这个事件上面 我们能够记得 即使我们过去的这些 人生岁月里面有许许多多 阴暗的过程 有很多不值得去记忆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声 耶稣基督谢谢你 因为你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记忆 转化成为动力 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耶稣基督就叫做整卸 另外一件事情 由天父上帝能够赐福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回顾911的事件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 最后在世上所说的话 那就是当人类 历史 一样的按照挪亚那个时代 吃喝嫁娶的时候 不知不觉当中的时候 大家还迷迷糊糊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即将要从天而来 所有那些还没有预备好的 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都预备好自己 应接耶稣基督的再来 天父上帝这个时候 我要特别特别为 陈医师祷告 他这么遥远地从台湾 爱了他的孩子 把孩子送到纽西兰面子 求上帝能够赐福 Jeff这位年轻的孩子 让他能够知道父母 对他的那种爱护 让他从小能够感恩父母的栽培 使得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 认真读书 借着他的好的行为 好的品格 以及在学校的认真 报答他的父母 父神上帝 特别我要为陈医师祷告 赐福他的身体能够健康 帮助他 让他在台湾他的生活 他每一天他的事业 都有神的带领 使得他在那里的生活 有天父上帝的恩典恩惠 与他同在 不管他每一天所要接触的人 是什么 帮助陈医师 让他有耶稣基督的恩惠恩典 跟笑容在他的脸床 让他每一天取得感恩的心 来面对他每一天 来到他面前的那些病人 他的朋友们 神啊 谢谢你 支付陈医师的身体有健康 让他这一段时间 跟孩子相处的时间 天父一样的与他同在 神 谢谢你 看我们当中有虚虚多多的姐妹弟兄 当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以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永远与他们同在 从今世直到永远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谢谢 最后我们唱那首《善慧宗》好不好 一起 《善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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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慧宗》